嗨,大家好,我是小温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三溪的景点 青龙古镇 比起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三溪景点 例如五台山,云岗石窟,悬空寺 平遥古城,乔家大院 霍湖口瀑布等知名景点 青龙古镇是比较偏向 附属行程的景点 主要是 台湾往返三溪的飞机航班 通常会在太原武术机场起降 而青龙古镇距离太原机场并不远 不塞车的状况下 大约半小时的路程就可以抵达 比从桃园机场进台北市区的这个路程还短 而且就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 交通算是很便利的 所以常常被旅行社安排进三溪的行程之中 算是长途行车时跑跑龙套串串场的一种 附属景点之一 青龙古镇隶属于三溪省太原市 阳曲县 是一个有一千多人居住的村庄 本来称为青蒿嘴 在古代 这里是太原王北 联络内蒙的交通要道 必经之处 在明朝时期 有个王室的家族 看中了这里 开始在这里 购地制产 并且经商制服 传说 发起后的王家 有一人 名叫 王神宗 给当时的清朝政府捐出了百万银粮 荣兴大粤的嘉庆皇帝 遇赐青龙旗给王家 王家为了纪念 于是把青蒿嘴这个地名 改成了青龙镇 这次去青龙古镇 因为是12月 冬天淡季的时期 景区内的商家 店面 还有一些摊贩 大多数是呈现 歇业的一个状态 虽然稍微冷清一些 不过我很喜欢这样子 没有人潮涌集的时间点 搭配雪景更是漂亮 接下来 给大家看看一些小温 旅途拍摄的相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